布里乡居民因布满乡长上任之后 施政方针与在地居民被盗而驰 因此罗山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林毅成提出发免申请 目前第一阶段提案人名册90份已达标 并送交选委会民众反应两极 中心啊 你都掌权在内不行嘛对不对 他现在我们原住民的事物他怎么都要管就对了 所以消民对他有反感 我当初跟台湾的乡长都念在五十八岁 我们有什么人在台湾的乡长办公室 在地区里面的乡长 在地区里面的乡长 对此陈隆冲乡长6月30号也大动作在公所召开记者会 对外澄清自始至终一心服务妇里乡镇 也希望大家再给他一次机会 针对乡民指控辱骂村长嘴打相待一事 他认为是政治抹黑 在这里要跟各位乡亲澄清一下 其实这一年半来我们团队还有村长的督促之下 我们对妇里已经付出很大的努力 做不好当然乡亲有这个权利 但是必须要把这些事情 要用从正面的 不是夸大起始 不是说恶意的把这个不死的事情来抹黑这样子 化免发起人提到 未来第二阶段连数人数有信心破千人 至于乡长进行沟通动作 他认为已经为时已晚 我觉得太晚了 因为我已经把他送出去了 那其实这个事情我想他早应该要做这个动作 花莲宣选委会表示 2018年复理箱长选举 选举人数为8782人 本次罢免案第一阶段1%的提议人名册 需达到88人 第二阶段连数则是复理箱选举人数的10% 至少需达到879人 最快要三个月内才能跑完流程 而达标之后就算成立 后续则必须在成立后的20到40天之内举办罢免投票 复理箱长罢免案也成为花莲在地乡镇首长的首例 而未来动向也受到在地居民的一切关注 运势新闻 赵罗比斯花莲副理采访报道